咱们继续盗墓笔记至藏海花的原著解读 上期说到 闷游瓶成功找到董灿曾经的栖身之所 董灿房间里 藏有一幅画着巨大扇形湖泊的油画 老喇嘛认出 画上的山峰是钢人格伯峰 闷游瓶当即决定去寻找画中地点 经过一番长途跋涉 闷游瓶终于找到画中的位置 并遇到了当地的康巴洛人 他们在试探闷游瓶的身手之后 确定他是张家人 于是就讲出了一段秘心 原来在青铜门后面 关押着一个邪神 青铜门每十年打开一次 邪神就会趁此机会降世 霍乱人间 当年董灿的失踪 正是来到康巴洛人的寨内 带领众人一起抵抗青铜门后的邪神 或许这段秘心 也解释了青铜门后面的秘密 但不知道因何原因 某天 董灿突然说到 自己即将离开康巴洛寨 但十年后 他会派遣一位姓张的年轻人 来到此处 继续抵抗雪山中的邪神 后来 门游瓶从当地领头人口中得知 董灿之所以会来到此处 又离开 原因很有可能 是因为爱上了一个女人 而这个女人 正是喇嘛庙中 一个四肢静断 眼睛失明 即将被献祭给邪神的祭品 十年后 门游瓶走出雪山 此时得人喇嘛已死 死前也没找到继任者 门游瓶只能将经历告诉另一个喇嘛 也就是吴邪遇见的老喇嘛 由他记录了下来 而张家自古就有失忆的遗传病 所以才有了后来盗墓笔记中发生的 门游瓶寻找青铜门的故事 听完老喇嘛所述 吴邪将此事告诉了远在巴乃的胖子 经过胖子提醒后 吴邪察觉到不对劲 从金万堂到尼泊尔再到莫托 一切的线索都是以故事出现的 而且这些线索获取太过顺利了 就像是有人在暗中安排一样 吴邪仔细观察出现在身边的游客 发现他们几乎都姓张 而且有些人手指齐长 身手极其不错 这下事情不妙了 胖子得知吴邪的困境立马赶到此处 不过两人并没有相认 而是通过暗号对话商量反击 另一边 监听吴邪电话的张家人知道自己暴露了 领头人张龙伴便在屋内堵住吴邪 胖子也被他们揪了出来 随后一个长得和吴邪一模一样的人走了出来 那么这两个人又是谁呢 张龙伴是张家旁之 负责家族在香港的发展 上世纪张大佛业展开张启邻计划时 他们便从香港回到内地 开始调查张家的秘密 而这个秘密在鹰山古楼中有说过 可能就是张家人世代守护的长生不老的方法 不过此次前来他们并非恶意 而是想邀请真无邪的帮助 具体帮助什么 这里先按下布表 而那位神似无邪的人 本名叫做张海克 也是张家的后人 引导无邪的线索就是他一步步设下的 目的就是将真无邪引过来 因为在此之前 他们已经杀过七个假无邪 并把假无邪的头制作成标本 用来恐吓那些伪装成无邪的人 无邪经过一番自证 终于取得了张龙伴的信任 但为换取无邪的信任和帮助 张海克也说出了张家往事 当年张家人的势力全部盘踞在东北一带 暗中控制着许多著名的历史事件 就连朝廷都是他们的棋子 可是花五百日红 随着张氏家族的族人越来越多 以及新思想的不断冲击 族内渐渐开始分崩离析 不少族部都外迁到了海外 张海克和张龙伴的祖先就是其中一只 后来海外的张家发现 内地的张家势力越来越衰败 经过一番调查后发现 这一切都是明朝的建筑鬼才 汪藏海在暗中搞的鬼 原来汪藏海在为东下国设计云顶天宫时 发现了张家历代守护的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代表着世界的终极 也是张家力量的来源与根本 与张家希望保守秘密不同 汪藏海试图将其公布 但他发现整个中国都处在张家的控制之中 任何他散布出去的消息都会很快消失 所以要公布这个秘密只有先毁掉张家 意识到这一点的汪藏海及其后人 便在接下来数百年的时间里 为达成这个目标而秘密行动 而他们的行动也导致无数世家 都将矛头对准了张家 并不断蚕食张家的力量 好在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张家依然没有被击垮 直到清朝康熙年间 当时张家族内在四周古城 爆发了一场惨烈的内斗 导致大量的张家人死于非命 就连张家族长也被洪水淹死了 而张家世代守护的终极秘密 历来只有张家族长一人知道 在张家的老宅中 有一间房间只有族长可以进入 每次新老交替 都是老族长在房间之中新族长入内 然后交替秘密 最后新族长会带着老族长的尸体出来 在这个房间内摆放着中国历朝历代各种秘密 书籍 卷手 文物 神器 所有东西都是张家千年来 从地下带出来的不可现实的发现 这个房间后来被挪到了张家古楼的最底下 放在了他们的祖坟之中 这里面的各种秘密也分为三六九等 其中最重要的那个秘密被称为终极 在这个房间之外有很长的走廊 通往房间的走廊和房间之中挂满了六角铃铛 这种铃铛的声音可以让人产生幻觉 只要触动一个 人立即就会疯狂 要克制六角铃铛的置换效果 就只能佩戴另一个特殊的六角铃铛 这个六角铃铛由历任张家族长持有 但可惜的是 在这场内斗中 特殊的六角铃铛也不慎一失了 四周之后 张家空剩下一个强大的家族 因为没有六角铃铛 新任组长无法进入张家古楼 那个最重要的房间 他们历代守护的知识与秘密 自此无人知晓 张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与目的 或许也失去了他们最大的财富与力量 张家自此走向了末路 当然除了张家由盛转衰的故事外 最让我们好奇的还有闷油瓶的绅士 那么闷油瓶的绅士究竟是怎样的 期待我们下期再来揭秘 喜欢的观众记得点赞订阅本专辑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本专辑